出国这种组绘团 反正就对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都比我考验了 其实在技术方面 在打韩国和新西兰团两个相反 韩国是很少是你这种组织的 然后新西兰团队是胜利的方向欧洲也要打 所以在这方面的调整上 自己能比较快一点 因为就是打韩国从去年东亚开始 就已经发生了大韩国的比较平稳 然后没有特别多去准备 就是打好每一场球 就把他们看着平淡点 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就膝盖从美国回来 然后在零出发到婚前前一天 对比对胖然后装到大王水上 膝盖稍微有点 然后日子就没消肿 即便挺多 然后从昨天挖成大湾东西 然后今天上午训练的时候 比较热了 今天可能没吃饭了 在上午上就练了 练了防守 自己在别人滑滑过来 然后自己也哭了出去 我感觉没有以前那种 不敢吃 现在就不敢发烈的那种感觉 然后总续 总续晚上没人看出来 现在感觉就是比较酸胀了 说实话自己也比较急了 然后在上午之后 这个心态也就是比较宽道吧 不想当我自己训练 或者比赛了 去批刀自己 但是上午一旦来了 自己还要低级的去恢复 去努力的找状态了 从第一年就联赛 然后没打了这场比赛 因为脚伤那时候 然后就从第二个赛开始 打了七场的一种 然后一直到上场赛季 到上场赛季 所以感觉过得特别快 然后随着进入 感觉就像昨天一样 发生我第一次赛季 刚上联赛刚打了两场 然后一直到现在 就感觉特别特别快 然后随着进入 随着进入 在经验上 或者在随着技术 鸡蛋树上的 被多加成熟 然后到上场赛季 参加全英雄 然后到上场赛季去年 穿过期 其实感觉就是 有的时候感觉像做梦一样 因为 有的时候状态确实不是很好 然后就到 穿过期 自己突然爆发了一场 然后回到联赛 你觉得就是 有一段时间很冷静 但是后面这段一段时间 就是不是很冷静 就是起伏很大 但心态方面就是 就感觉有到强 根本就过不去那种感觉 然后 怎么说那段时间 比较 像到冰谷一样 然后自己就 交代一局 鼓励我 然后让我自己就做好 自己 不是考虑太多 所以不要有太多压力 就去打比赛 就是打完总结赛 也去回想到基督赛 然后上次就打的 打的什么样了 然后 就是 现在的感觉就是 就像 就像上次才就结束 就像翻过一片 就像 来到独大队 就像重新开始一样 自己也会去调整嘛 然后就不想去 过多在意 以前 犯规的错 或者是 把握不好的地下 端来不好的事 就想 去做好自己 去改变自己 就 一起抛拍 抛拍以前了 就从一开始了 其实也 遗憾倒是有吧 但是没有就是 想着那么 过多的遗憾 自己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经历周年参 然后第一次 尝试了 高强多的比赛 然后毕竟也希望 自己去 以后每个小姐都争取 去打好 不留意他们去解决 教练呢 也就是想让自己对他变得 跟他出事就更好了 然后 自己在有些时候做的确实 就是很好 然后就是 也非常感谢他们了 他们能给自己带来 很多机会 创造很多平台 平台了 就曾经过来 他一个倒挂的 也非常 就是在意他们说的吧 然后自己继续想 自己做的不对 他开了一步让我估计就是 想跟球迷更多的去交流 去接触球迷 然后他也不玩微信 和 他一直不玩微信 就是给我们 关心我们的时候 或者 找我们发暖心 或者打电话 从来不玩微信 然后开了一步 我估计就是想和 多个球迷去沟通和交流 他在给您最希望 在你的这个关键词上 加上哪个关键词 成熟 就是因为 在打着第四的在线 也不算年轻这样 然后也不算 就是 过多去 说自己年轻没有经验 而成熟 就不想要 不成熟的表现机 那就要把自己的思想 就相信我们到亚运会的时候 会有一个好的作用